嗨 Siri 我回來了 嗨 請親身電腦 哇 這好吃耶 我們都知道廖設計師的團隊 其實一直以來都致力在健康宅這個領域 所以今天的屋主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找上你們 對不對 對 其實這個業主呢 他在一開始認識我們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們他希望有一個比較低假權的一個房子 那他也希望把一些像現在比較高科技的智能 以及一些比較好的基礎品質條件 給大家這個房子裡面來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案子的呈現上面 我們除了建材的使用 會盡可能使用到綠建材標章 那我們在施工的時候呢 也會去做一些假權 然後一些TVIC的一些檢測 其實在後續的部分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包含空氣 包含水系統 包含智能系統的一些結合 然後達到我們在居家的一個使用 突然率 對耶 你看喔 從健康生活出發 但是我還是很好奇 屋主應該有一些需求吧 對 因為屋主其實他的本身是一位工程師 那目前這個房子是一個人住的 那可能長輩會從南部上台北 在討論的這個使用規劃裡面呢 他還是要一個三加一房的一個空間格局 未來預留空間 對 那他也有風水上的考量跟需求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很大的玄關 是 那這個玄關呢 除了我們可以遮蔽我們的一個穿塘薩之外 我們也可以做出一個空間二進的一個大宅效果 那因為業主他本身有許多的這個影音設備的想法 以及智能設備的想法 所以我們也把這個機櫃呢 給放在我們玄關的這些櫃體裡 是喔 對 真的這樣子就巧妙的隱藏在裡面了 那進到裡頭來我覺得最吸睛的就是 我看到一個全透明的書房 他的工作關係 所以他在家還是會有電腦的這個使用需求 可是我們又不希望說這個書房是一個過度封閉的 沒錯 對 可是他還是要有一些隔音上的想法 他可能有工作 有他聆聽音樂的使用習慣 所以我們利用了一個半開放式的一個想法 去創造這樣子的空間 不過他為什麼跟我們習慣坐在窗邊不一樣啊 因為雖然我們這個案子是一個面公園的案子 對 可是我們希望他的窗邊可以保持在我們的動線上的流動 所以我們的卧榻是坐在書桌的正後方 他如果未來他今天有另一半 然後有其他的小朋友的需求 他可以做出一個很好的親子互動 他可以也一起可以去欣賞這一片公園的景色 而不會被卧榻給侷限 對耶 所以你看巧妙的設計呢 其實也在為未來做打算 那進到這個私領域的部分 我覺得主臥的設計你也是特別有考量 對 其實主臥的部分 我們有做一些格局上的調整 包含它雖然是個新陳屋 可是它兩間衛浴的部分 都全部做拆除重新私做的一個考量 是喔 是 因為格局上有些變化 對 那也創造一個更衣室的空間 那因為這個主臥室呢 它是一個雙面採光的 所以我們有一面採光呢 去做了一個拉門的動作 那它可以變成是未來女主人的這個 化妝桌的鏡面 那也可以做我們陽光的一個遮蔽 我們可以看到呢 整個空間是以健康宅為概念 那當然呢 剛才社醫師有說嘛 其實呢 建材的選擇上面呢 是要特別花功夫的 對 其實我們這一場呢 在所有的建材都有盡量的去找去 尋綠建材標章的一個建材使用 那中間的施工過程當中呢 也要去監控我們整場環境的甲醛 像TVOC的揮發物 我們需要控在一定的基本的數量以下 那整場做完之後呢 我們也需要去做一個空氣品質檢測 去讓我們的環境保持在一個很OK的狀態 才可以交給業主 對 所以要在裡面住著健康 健康的不外乎就是陽光 空氣 水 對 那可以看到整個空間呢 非常的明亮 採光非常的好 那空氣的部分 好 其實呢 大部分呢 消費者一定都聽過全日式交換器 對啊 對 那我們這一場不是使用這個系統 我們使用了一個叫做正負壓空氣循環系統 這是什麼 對 其實現在在這個疫情的時代 我們會聽到很多叫負壓隔離病房 對 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空氣是可以進不能出的 沒錯 對 負壓嘛 對 好 那我們這個案子呢 也使用了像一個類似的正負壓系統 我們讓我們的預測空間 以及我們的廚房空間變成負壓 我們的房間跟我們的客餐廳是鎮壓 所以它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呢 它讓空氣只能從供應域往廚房吹 它帶來什麼樣的優點 很多現在在開放式廚房裡面會害怕油煙的問題 沒錯 所以不敢做都要用門關起來 對 那早期都是使用像導煙機之類的產品 那現在使用像正負壓系統的情況下 油煙都不會進到客餐廳 哇 這真的是我完全沒有聽過的新技術耶 是 這是台灣在這一兩年才引進的設備 哇 太酷了 那空氣的部分呢 幫我們解決了 是 水呢 水 其實像我們這樣的案件呢 我們會做全無形的軟淨水 對 就是因為我們的水質比較硬 所以我們用軟水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淨水呢 是因為台灣都是使用濾氣去做殺菌的 對 那很多我們聽到小朋友有異位性皮膚炎 之類的問題呢 我們用全無形的軟淨水 把這個是給克服掉 哇 所以陽光 空氣 水都幫我們顧慮到 當然就可以住得很健康啦 那麼另外呢 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其實一進門就秀給我們看 哇 這是一個很炫的智能宅 是 因為我們希望讓智能系統 我們結合在整個空間包含像冷氣 燈光 窗簾 影音 都可以做一些調整 是 那 我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先小試一下 對 好不好 好 幫我打開客廳的窗簾 對 我們可以利用像這樣子的方式呢 讓我們生活更妥善 更舒服的空間 真的 我完全不需要移動耶 我直接靠我的嘴巴就可以控制一切了 是的 甚至我們今天躺在床上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設定我們的情境 所以您可能只要講說我起床了 他就可以幫你設定在你需要的情境 去讓你做起床的動作 哇 真的好聰明喔 難怪是智能宅 是 它非常的方便 那我可以試一下嗎 好啊 Hey Siri 我要出門囉 哇 哇 今天調整理師給了我們好多厲害的建議 那 我要下班了 走吧 走吧 好 走吧 收工